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美國選民幫川普還有拜登 他們第二任期挑出的關鍵字 在川普的部分是復仇這個字 而拜登竟然是Nothing 沒有這個字 那麼美國選民對這個拜登的不滿 最主要還是來自於在通膨的問題嚴重 而在美國呢 2023年最熱搜的這個字呢 就是在今年價格暴漲的雞蛋 另外在台灣的部分呢 現在景氣已經開始復甦了嗎 我們看到在11月呢 已經擺脫了在10月份 還是相當低迷的藍燈 景氣燈號呢 在11月亮起了黃藍燈 那麼尤其呢 對經濟影響至關重要的 這個半導體呢 現在是不是已經全面復甦了呢 另外在聯發科的一個部分呢 股價呢 重新登上了千元大關之上 那麼有買進聯發科的這個ETF呢 在現在呢 價格也出現了這個甜蜜價 像是00891喔 在今年以來如果含息的話呢 上漲的幅度呢 是達到了有六成 另外中國大陸呢 現在消費信息呢 是出現了破底這樣的情況 那麼南華早報呢 就報導說 數以百萬劑的這個中產階級呢 現在都是勒緊褲帶在過日子 這會不會讓中國的經濟 更加的雪上加霜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 質樸產業趨勢研究所所長 楊勝凡 大家好 精靈天下特派員葉子娟 大家好 李博亞太區研究總監 馮志源 大家好 財經專家有庭好 晚安 好 我們先請教子娟 然後現在美國選民 給這個拜登的關鍵字 為什麼會是Nothing呢 竟然是沒有這個字 沒有錯 我們說2024年很重要 就是選舉年嘛 那當然全世界 現在都要矚目的 就是這一場 美國總統大選 好 那但是美國選民 其實這兩個人 如果真的 都應該是要來挑戰第二任嘛 因為現在川普 第一任當晚之後 第二任就是沒有連任 但是他現在的確 也是要來挑戰第二任 兩個人都是要挑戰第二任 但現在人家 給他的關鍵字 是拜登說是沒有 然後川普說是復仇 而且重點是川普 似乎對這個民調 他覺得非常認同 因為他還特別轉發了 他在他自己的 現在社群上面 還轉發了這篇文說 對 我現在的關鍵字 是復仇 對 這可以理解 對 而且這一份的 這個選民的投票 應該是說 在做民調當中 他們有去問選民 如果明天就要投票了 那你會投給誰呢 目前看起來 真的是警咬 所以大家要知道 2024年 你不管是金融市場 你好一定會震到 為什麼選情 這麼的膠著 40%的受訪者 現在說他要投給川普 36%的人說要投給拜登 那如果就進一步問說 就是這兩個二選一的話 要怎麼投呢 46%的一樣 還是川普比較多 他說要投給川普 43%說要投給拜登 好 那你說拜登 他現在馬上選舉 那你是不是要拿出一些 尤其是你是執政者 你一定要拿出一些 你的成績單給大家看 那他其實有一個 很重要的成績單是 他是不是希望 讓很多的廠商 尤其是晶片廠 要回到美國去製造 到回到美國去設廠 這是他當時喊出來 很重要的一個口號 他簽了晶片法案 說要撥款1000億 但是那時候說 三星也要去設廠 我們台積電也要去設廠 對不對 好 但現在時間出來了 三星現在說 他在美國的 新的晶片廠的量產計畫 要延到2025年 所以不只台積電卡關 三星也要延後了 好 2025年是什麼概念 就是2024年要選舉 對 你拜登你現在沒有辦法 把這個政績拿出來講 我2024年還沒有量產 他們要延到選舉之後 是 才量產 所以這個對於拜登來說 等於是他自己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政績 他在選前 他沒有辦法拿出來講 對 因為包含三星 包含我們的台積電一樣 通通都是要延到2025年 但你說這個怪我們嗎 沒有 我剛剛說的 今天法案當中 他要補助1000億美元 但是到目前為止 卡關 他現在至少只有 英國的一個航太廠商 拿到3500萬美元 但是1000億 沒有 但是現在只撥了第一個 三千零頭的零頭 3500萬美元 你這兩個很重要的廠商 你通通都沒有拿到錢 所以的確 現在整個 不管是三星 不管是台灣 現在通通都是要延到2025 那你拜登你沒有政績 可以拿出來講了 過後來我們來看一下 拜登要選舉 那美國經濟當然最重要 人家不是說選舉的時候 最會講的一句口號 就是笨蛋 其實問題是經濟 為什麼大家就會覺得 好像GDP感覺還不錯 而且通膨也下來了 失業率也很低 為什麼他還是會輸給川普 就覺得經濟的數字 跟你我的感受度 好像還是差很多 這個調查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Google 他已經連續15年 他在年底的時候 都會去做一個統計 他會去統計說 今年大家去Google說 為什麼什麼東西最貴的 那個什麼那個XX 那個什麼到底會是什麼 他已經連續15年有公布這個調查 今年2013年的這個 為什麼什麼最貴的這一個東西 是雞蛋 對 價格暴漲的雞蛋 好這2013年 其實我們也有感受到那個蛋蛋危機 我們也有感受到 他們也有 那其實當然你說很多是相關的一些 飼料的問題 還有積溫等等的問題 所以導致那時候雞蛋缺乏 所以雞蛋的價格暴漲 我就稍微去看了一下 因為他們是講求自由市場 然後也沒有干預 所以你知道他們那個雞蛋價格 在今年也一度一打雞蛋 有到一開始有到1美元 然後一打雞蛋飆到15美元 後來又過剩的時候 又掉下來 又變成一打雞蛋0.5美元 差這麼多 然後最新的數字 又回到一打雞蛋大概2美元左右 就是它的那個 你看1150.5 對 非常大 因為他說自由市場機制 但就也 可是雞蛋是一個大家都要吃的 尤其是美國早餐 不是都應該要有一個太陽蛋 炒蛋什麼通 結果雞蛋的價格 這麼這麼大幅度的 劇烈的震盪 那到目前為止 所以對他來說 對民眾來說 這就是一個我最關心的議題 可是你確認這個價格 你都沒有辦法幫我穩定好 所以民運當然就會有 那另外這邊還有講到的是說 民眾 就像你剛剛說 你說數字告訴我們說 比其他國家還要來得強勁 可是民眾的真實感受度的問題 就是房價漲 股市反彈 可是通膨還是居高不下 我就是還是覺得 我生活很有壓力 這是安聯集團 它有一個統計 他說對美國人做統計 美國人現在其實有40%的受訪者 他還是覺得我有財務壓力 而且這個財務壓力是比一年之前 都還要來得更大 那當然重點就是通膨 是 他還是認為說 通膨的問題還是讓我覺得 經濟很有壓力 那他們也說了 其實有高達7成的受訪者說 我的薪水加薪的幅度 是遠遠不及通膨 所以他們就覺得 我還是花錢很難 日子還是過得很苦 那如果因應這種高通膨的情況下 他們現在就有那種零工經濟 尤其這種零工經濟 會特別出現在什麼時候 就是現在這種Christmas的時候 還有接著馬上就要過新年的 這個時候 為什麼 因為對他們來說 這是一個大日子 那其實就像我們華人 要過年的事前 不是要包紅包 我們要聚餐 我們要半年 或那時候是不是 現金的需求量最大 那如果你錢不夠的時候 你一定會在那個之前 趕快先去打一點零工 收一點現金 好過年 類似的狀況在美國也是一樣 所以他們準備要過Christmas 要準備要過新年的時候 所以在那之前就突然發現說 美國這些兼職賺萬塊的人 非常多 光是從青年10月 慢慢就做一些統計 有做超過一份工作 也就是本職之外 還有在繼續打零工的人 其實超過了800萬 這樣的數字 而且他們很流行一個APP 就是你如果今天想要 賺一點零工 它有一個APP 可以立刻幫你媒合 你人現在在哪裡 然後你想要做一點零工 然後你立刻去做 做完之後領現 直接給現金 給現金 對 領現 所以就是這種打零工經濟 那一定會是在一個經濟狀況 不OK 或者說我錢不夠用的情況下 大家會去做這件事情 好 那你剛剛說 耶誕節過後之後 美國的營收業開始出現了退貨潮 因為聖誕節交換禮物 聖誕老公公送禮物 彼此之間交換禮物 可是你拿到了你不喜歡的禮物的時候 美國人其實還滿誠實的 百分之三十一的人他會把 我收到不喜歡的禮物 直接退貨 對 直接拿去退 為什麼 現金拿來手上比較實際 這比例很高 禮物我既然都不喜歡了 我把它囤在家裡幹嘛呢 我還不如直接把它拿去退貨 換現金回來 他們就說了 這個數字其實在今年退貨的數字 達到了一千七百三十億美元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 你去譬如說你是Costco什麼 退貨完的那個東西 他拿回去架上繼續賣嗎 應該不會是這樣 所以如果當大家通通都 一直在做退貨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些退貨的這些貨物要去哪裡呢 對 那些貨物怎麼辦 所以最近在美國 他們興起了一個東西叫做垃圾桶商店 我先說這不是賣垃圾桶的店 垃圾桶商店賣垃圾桶 不是 這是什麼 就是專門蒐集這些民眾 去大賣場退貨的那些貨 那包含像這邊又講了 像是沃爾瑪 亞馬遜等等 大型零售商他們的退貨的商品 他專門集中這些 被人民眾退貨的商品 然後因為他不能再拿回去賣 所以他把這些貨全部蒐集 然後有點類似 像我們以前什麼一百元商店 什麼什麼商店等等 然後全部蒐集到那裡 然後去賣 當然是打了很低很低的折扣 然後讓大家來撿便宜 所以這個也被稱之為 是現在一個新型的社會現象 叫做垃圾桶商店 可見要退貨的人 因為換現金的人越來越多了 好 剛剛只覺得我們看到 美國總統拜登 在今年美國選民 給他的這個關鍵字 竟然是Nothing 那麼最主要是因為 他們覺得這個物價上漲的幅度 自己的薪資是追不上的 當然也影響到他們的這個消費 不過我們說到 在國內現在到底景氣有沒有變好 我們先來看到 國內11月份的景氣登號 在10月份停號當時還是 大家覺得很低迷嗎 從原本的黃藍燈 調到了藍燈 沒有想到那11月很好囉 大家看到希望了 現在又亮起了黃藍燈 而且在這一次特別關注 綜合判斷分數 在一口氣彈跳了4分 所以景氣真的回來了嗎 回來了 他們回來了 真的回來了 基本上我們過去幾個季度的推估 一直在講說第四季 就是台北股市的轉折點 因為獲利年增率終於轉正了 但是整條傳導時間線 會比我們想像中來得長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景氣燈號 它是一個落後指標 基本上你觀察到 這一次由藍燈變成綠燈 主要是兩項指標 一個是海關的出口值 另外一個是批發零售 和餐飲業的營收 那海關出口值的部分 它好轉 你會發現 其他的像是工業生產指數 製造業銷售指數 它還是藍燈 為什麼出口變好了 製造業感覺其他數據 沒有變好 我們為什麼沒有跟上 出口出去 你要等產品賣掉 人家終端商店 才會把它的 賺到的營收分論給你 所以你出口出去 你要等它賣掉 你之後才會任列營收 所以基本上 它的傳導時間會非常長 但至少可以確定 有一兩個指標陸續好轉 足以說明 第一 海關出口值上行 代表著是海外的需求 正在復甦 第二件事情 是批發零售餐飲業 它持續在擴張 就說明 台灣的民間消費 還是有支撐 這很重要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2024年 台灣的經濟成長率 其實不高 只有1.42% 比美國的2.4% 還來得差 台灣今年的經濟增長率 台灣是新市場 居然跑得比 美國發達市場 還來得低 主要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看到很明顯 民間投資衰退了2.3% 存貨的變動 也就是我們講的製造業的庫存 衰退了0.4% 國外進需求 講的就是出口減進口 衰退了0.04% 今年就靠兩大部門來支撐 一個就是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民間消費 增長3.82%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 製造業表現不好 怎麼會大家那麼多錢來花 剛才子彬有提到 其實台積電 因為像我 你看青大畢業有這個好處 很多好朋友 其實都是工程師 你只去問他們的bonus 因為台積電 它的年終是分五個季度發 每個季度會發一次 年終會再發一次 你看前幾年 它大概都是發18個月以上的 最高來到48個月 今年會稍微縮一點點 但是也是12個月起跳 說明什麼事情 就這些科技業 它可能在過去兩年之間 所賺到的超額儲蓄 等於過往正常年薪的 5年到10年 所以它的儲蓄量 是非常龐大的 今年沒賺到那麼多錢 有什麼關係 它前幾年就賺飽了 民間消費還有支撐 好 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2024年 主技術的預估成長率 是3.35% 所以明年的經濟 會成長得更為迅速 民間消費的部分 還在支撐 增長幅度有1.4% 民間投資存貨 或者政府的補貼 以及出口層面 基本上就進入到全面復甦 換句話說 我認為景氣對射信號燈 雖然現在還是藍黃燈 但基本上已經定調 台北股市已經正式 進入到復甦週期 過去我們最常跟 投資朋友分享的 投資策略 藍燈買股票 紅燈數鈔票 現在還試用 當然試用 現在雖然台北股市 已經萬七 快要碰到萬八了 很多人說 基期高不高 我想跟投資朋友分享 是2020年3月份 新冠疫情 一樣是藍燈 當時點位是多少 是8000點 後來一路漲到多少 變紅燈 漲到18000點 等於是股價翻了一倍 進入到紅燈 現在17000點是藍燈 那麼以後變成紅燈 那就是34000點 這樣估得有點遠 但是至少可以承認 現在的位階週期 並不是極端離譜的高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叫做景氣復甦期 現在不叫做景氣繁榮週期 沒有立即性的 系統性泡沫的風險 我們可以具體看 台灣的經濟數據 現在當中 不管是從工業生產的年增率 還是台灣出口的年增率 都在今年11月份正式轉正了 大概落後美國股市 大概是一到兩個季度 美國股市大概在今年二三季度 現在如果是以P&R存貨的部分 目前也完全回到一個 政治的行列當中 當然對於台北股市而言 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半導體的成長 今年的確 整個台積電為首的半導體供應鏈 的確受到的衝擊很大 為什麼 因為過去的存貨 半導體的帶貨炒到 這庫存太多了 所以今年消庫存 前三季是消得非常痛苦 這也是今年為什麼經濟成長率 這麼差的原因 但是隨著2023年 衰退10%以後 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 半導體銷售總額 會回到11.8% 更重要的是 AI伺服器的銷貨量 目前是保持穩定 還在年增 今年是沒衰退的 說明什麼事情 就是說現在我們看到 第一槍開的 就是由AI供應鏈 AI伺服器所帶動的 台北股市供應鏈的一個組裝 做第一波的從事 但是後續能不能進入到綠燈 進入到上行區間 他看的是什麼 他看的就是所有 三季終端需求商品 是否能夠進入到複屬行情 不過我們說到 台灣的經濟很重要的 一個成長動能 我們要請聽 我們看 其實大家都會關注的 就是半導體 那麼現在如果說 從整個訂單 還有到底庫存的問題 有沒有解決了 到底有沒有去話 來看 現在半導體 已經全面複屬了 對 市場上最擔心的一件事 就是只有AI怎麼辦 如果只有AI複屬的話 你說我們看到這幾支高股息 概念股 比如說廣達 偽創 人保 這些股票 它的AI伺服器 我們當然知道有它的營收貢獻 但是普遍來看 平均佔比是不到三成的 所以不可能AI救得起台股 它一定要等到全面性的 終端產品的複屬 首先第一個講的 就是全球的經營代工營收 其實在整個2023年的確 進入到負增長 接近-4% 可是按照目前 我們看到IDC的預估 明年成長到2.5% 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就算有誤差值 它也不會衰退 也就是說現在就是半導體的 絕對週期的低點 但是引領半導體向上的 它的產業可能就不太一樣 比如說剛才我們提到的Server AI伺服器的部分 今年衰退一成七 但是整體AI伺服器 暴增的力度 在明年預估是149% 所以這個增長幅度 是翻倍式增長 那PC和NB的部分 我們都看得很清楚 它叫做匹級泰來 但是不叫做絕對大好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們觀察15年到2024年 當時全球的PC 整體出貨量不斷地攀升 不過在21年22年 隨著半導體代貨槽來到尾聲 大家該買的電腦都已經買了 隨後進入到熊市的修正段以後 到2022年2023年其實都還算是負增長 所以2024年我們比的是什麼 我們不是說它要大好 能夠復甦就不錯了 那NB也是一模一樣 一樣是22年23年表現都不好 22年衰退一成九 23年衰退十個Percent 明年只要正成長就算成功 那智慧型手機其實也是一樣 智慧型手機在過去兩年之間 我們看到22年23年衰退幅度分別是一成二 和4個Percent 明年只要正成長就好 所以我必須承認整個2024年 我們不能說是整個製造業景氣大好 但是明年是復甦周期 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現在我們所觀察到 明年景氣的大好 就台灣的經濟成長率來看 它很明顯是一種激期效果的推動 就是今年太差 所以明年怎麼看都好 但是從絕對量而言 我們還是要觀察 美國終端需求的一個復甦角度 換句話說 台灣的谷底已經看到了 我們未來只有快速復甦 或者是緩慢復甦的一個邏輯 但這個復甦邏輯到明年 會不會從原本的復甦期 到繁榮週期到擴張週期 它取決於什麼 它取決於明年二季度到三季度 也就是美國消費最為疲憊的時機 如果它能夠軟著陸 那我們不用說了 我們出口就一路向上了 如果它不能軟著陸 那就說明我們復甦的力度 會稍微慢一點點 但是不管如何 谷底我們已經見到了 好 剛剛提到我們看到 台灣的景氣谷底 現在已經看到了 在11月份的景氣燈號亮出了黃藍燈 那麼尤其在半導體的一個部分 現在似乎是呈現了全面復甦 這樣的一個情況 尤其在反映在台股上面 半導體的全治股 其實在半導體全治股的領軍之下 台股在這個禮拜 有說衝關萬八這個企圖性很強 我們要請教馮總監 在今天的部分我們看到 在台股的部分最後是小漲的 不過也已經距離萬八 現在不到一百點 那麼在這一波我們看到 其實有帶動了ETF的買盤 在過去提到買ETF 大家都會說買韓基量 就是台積電持有比較多的這些ETF 不過現在好像這個趨勢改變了 變成是我持股聯發科的話 這個價格就很甜蜜 對 最近表現最強的 就是我們的發哥聯發科 重返千金股 那聯發科從今年初 差不多六百多塊 漲到現在站穩千元大關的話 大概已經漲了多少 將近有六成 那很多股民可能很猜心 就是說我當初可能 不要買台積電 我買聯發科就好了 實際上也不一定要只買聯發科 為什麼 我們這邊看到很多這種 半導體的ETF 它今年以來的績效 其實有一些還超過多少 還超過聯發科的一個漲幅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我整理就是 我們過去講這個含積量 現在是含發哥量最多的 含發哥量 對 那分別有像00904的 新光台灣全市場半導體精選30 881的國泰台灣5G Plus 以及891的中性關鍵半導體 那麼今年以來的這個 含息報酬率都已經超過六成 那當然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說細看這個聯發科的 一個比重來看的話 應該是891是持股最高的 超過兩成 那其他大概在15%以上的 也有包括像904的部分 還有像728的部分 其實還有包括像新成立的 927跟935 他們的這聯發科的一個比重來講的話 也大概有超過15% 而且這個現象我發現 不是只有在這種所謂的半導 因為這幾個都很著重在 所謂的半導體的一個產業 實際上如果你再去看多一點 所謂的台股的ETF 跟所謂的科技的ETF 其實很多的發哥的比重 也都是第一名 像這個之前我們講過很多次 這個很紅的00929 當然第一大持股 其實就是在聯發科的一個部分 所以其實如果沒有買到發哥 沒關係 你如果有買到這些半導體相關 這個發哥權重高的 你基本上來講 這個含息的一個報酬率 也毫不含糊 當然來說的話 是不是都是發哥的一個功勞 其實也不是 這裡我舉第一檔 00904的新光台灣全市場 半導體精選30的一個持股來看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承接著剛剛廷後所講的 這是一個半導體 如果ETF是有投資在護國神山 它是會一個接一個 一個帶一個的 所以你看到它不是只有發哥 還有包括台積電 台積電的投資比例也很高 對 那像聯電 最近這外資 是不是昨天也大買 9萬張以上非常的高 那其實還有哪一些 包括所謂的股王 世新KY 還有上半年長很兇的 這些所謂的IC設計 像創意 瑞譽 系列KY 力旺這些 其實都是幫這些半導體 大大加分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投資人 可以多看一下這些屬於半導體 或科技的ETF 好 其實我們說到 另外一個熱門的ETF 其實就是債券 要再請馮總先生我們看 有資產經理預測說 明年債券的一個表現 其實會比標普的表現更好嗎 對 沒錯 其實我覺得今年台股的ETF市場很熱 一個就是熱在所謂的股票型ETF 高股息的一個部分 另外一塊熱的 就熱在所謂的債券型ETF的部分 到底有多熱呢 不講你可能不知道 第一個我們來看 今年總共有29檔的債券型ETF 追目 追目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賣完了 繼續增加額度 賣到市場上 而且整體的額度 畢竟兆元是多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年這些申請追加的 而且我這邊還沒有列完 一次兩次的 我都還沒有列進去 你像最紅的 這個元大20年美債 它今年就追加了幾次 10次 也就是目前的額度賣完之後再追加 追加之後又賣完再追加 總共追目了10次 像中信10年期以上的高平等債券的話 也追目了7次 元大的20年的AA到A的美債 也追目了7次 其他的你看零零種種 這些列起來的債券型ETF 追目了超過5次以上 來了這麼多 另外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目前來講 國內有88檔的債券型ETF 總規模今年激增多少 8000多億 比去年底比起來的話 還增加了將近有7成 這樣的一個規模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我覺得台灣人很聰明 因為在資訊的取得上面 我覺得很敏銳 所以很早就在感受到就是說 可能聯準會有降息 這樣的一個條件 讓這些債券型ETF 其實都非常的熱 同時我們發現到 剛好跟股票型ETF一樣 就是包括像00679b的元大 美債20年中性的高頻級公司債 以及元大的AA到A的公司債 跟元大投資級的公司債 這四檔的債券型的ETF 規模都是多少 破千億 是不是跟我們的股票型ETF 0056 0050 0056 00878 跟00929剛好也是四檔 都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破千億 那為什麼這麼紅的原因 就在於說 市場其實是預期2024年 明年至少會降息多少 三次 所以現在的殖利率相當的高 再加上後面有資本利得 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兩塊都可以賺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也發現說 11月單月很多債券型ETF的 一個漲幅都還蠻高的 但是我們這邊還是要提醒就是說 債券型的ETF雖然這麼熱 但是還是要留意不要過度追價 要留意所謂的溢價風險 那什麼叫做溢價風險 我們就是在這邊舉例給大家聽 就是說所謂的溢價就是 ETF的市價高於它的一個淨值 ETF基本上也是基金的一種 所以它實際上的價值 都是用所謂的淨值來計算 但是因為它在黑板上交易 所以它有另外一個價格是市價 來讓你做一個參考 我這裡就舉一檔 最近很紅的00937B 群益ESG 頭等在20PLUS 那為什麼要舉這一檔 是因為它12月5號 才上市一個小時 150億的額度就已經賣完了 賣完了之後 沒得買的一個情況之下 大概就去市場追 追了結果怎麼樣 就一直維持著很高的溢價 就會有溢價 對 因為買不到 或者是籌碼很少 所以用更高的價格去賣 對 最高的時候多少 將近有7% 也就是說 比實際上它的一個價值 還高了7% 大家還是拼命的一個追 其實就是因為很多人不知道說 它實際上的價值 沒有的這麼高 其實我也是提醒大家說 像這種高溢價的時候 你基本簡單來講 你就是買貴了 買貴的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對你是很不利的 你想說債券要賺個1% 2% 就不容易 你一下子就輸人家7% 對 所以後來 群益投信已經進行追目 最近就有消息出來 就是他們的一個追目 195億已經開始獲得許可 獲得許可之後 慢慢的投資人就可以用 他現在是用配售的一個方式 也就是投資人可以到 群益投信買一組 一組是500張 很多人大概要800萬 可能覺得說 那我怎麼買不起 其實很多人會用這種方式來套利 為什麼 因為他去群益投信買的話 基本上他可以買到淨值的 價格比較合理的 就可以在市場上賣掉 價格比較高的 進行套利 套利 所以你會發現說 籌碼慢慢釋出來了之後 它的一個溢價的幅度 慢慢也是進行縮減 所以一個比較合理的狀況 所以我們這邊 都提醒大家就是說 再熱的一個商品 也要留意它的一個溢價的風險 千萬不要追高 好 剛剛馮總監 我們看到債券ETF 在今年非常的熱 而且在明年也是持續的看好 甚至表現有機會 是比標普更好 但是還是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溢價的風險 另外我們要來關注的 跟大家健康有關的話題 我們要請三分帶我們看 其實真的很難想像 全臺灣竟然有三百五十萬人 關節卡卡 真的都有關節疼痛之苦 是 我要講真的 平均大概六點五人就有一人 其實也包含我自己 其實蹲下去的時候 現在真的會卡卡 會覺得卡卡的嗎 會卡卡 兩邊膝蓋其實都有聲音 其實因為它正常來講 不太清楚 因為我們都看不到 沒有照一視光怎麼會知道 其實正常膝蓋是很健康的 但是現在由早期的膝蓋的推化 其實真的現在很多人 不管是因為我們現在肥胖 或者是說老化 老化的意思是說 你可能現在年長的人 現在越來越長瘦 其實這一個人面對的問題 其實就病人會越來越多 不過關節疼痛 好像現在也有年輕化的趨勢 對 尤其是像運動 或是常常用關節 像林舒嬌 前衛肩 運動員 都是 你越常用的 其實風險就越大 所以你其實膝蓋退化之後 你包含你的韌帶也會鬆弛 你的軟骨也會磨損 然後半月板也會受損 骨刺也會形成 所以其實他到嚴重的時候 是非常嚴重 不過現在 因為你看不到 現在其實現在醫學越來越進步 以前你可能去給醫生問診 然後說按壓說會不會痛 然後你要不要站起來 然後膝蓋要不要走一走 看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可是現在的話 現在所謂的AI輔助的診斷 其實越來越把加速醫生的一個判斷 其實現在的話大概一分鐘 你把所有的X光照一照 一分鐘他就可以解析出來 包含他會 一分鐘的時間就可以解析了 現在電腦真的非常快 所以剛才半導體也會非常好 所以前後膝的一個關節的 包含說X光你做出來之後 他檢測分類診斷 看看你有沒有問題 會不會特別窄 有沒有骨刺 有沒有發炎的現狀 其實很快就可以分析出來 所以除了精準的測量以外 他會去評分說 你的膝蓋到底到什麼樣的 是一期二期還是沒有問題 大家也不用擔心 可能只是腳痛而已 但是精確診斷是包含說 他會看說你做完之後 譬如說他尤其是你在醫療 你醫療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說你自己吃的藥 或是打了藥以後有沒有比較好 對 到底有沒有效 有沒有效 現在都可以 他可以馬上幫你監測出來說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 不要說打了以後好像花很多錢 也不知道自己的效果 現在的AI輔助診斷其實都可以 那在早期這邊的話 就像我現在擔心的就是說 我現在是不是也要去做一下檢查 因為希望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其實就會更好 所以他適合任何有膝蓋 覺得有問題的人 其實都可以檢查 那這個是在檢測方面 所以現在AI的輔助診斷 其實非常的方便 另外的話 我們講到治療方面 我們通常像你去治療 像我媽已經經歷過所有的事情 你去治療的時候 一開始她就說 你可能吃是微鼓力 然後再來的話 你可能要吃消炎藥還是痛 再來的話 你可能要打破尿酸 破尿酸 你有打了一陣子 可能幾年又沒有效 所以這些方法都試過 對 然後最後就是弄一個人工膝蓋 然後真的就動了人工膝蓋 然後真的是一個 一個蠻艱苦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認為說 現在還好有更先進的療法 那現在特管法 台灣特管法 核准所謂的一個 脂肪幹細胞的療法 然後它可以分泌 細胞激素 成長因子 治療退化的關節 那破壞性相對小 也就是說 它是從你的膝蓋 用幹細胞治療 對 是用你的細胞 你的一個細胞 自己的細胞 對 你的膝蓋的細胞 電裡面的組織去擷取 擷取出來以後去分離 然後去培養 到最後再打回去 所以你相對來講 你又是自體的細胞 所以你的反應 就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傷害也會比較少 所以現在已經有了 如果當初有 可能就不用再折騰那麼多 然後另外的話 再換膝關節 這邊也有了 這叫做微創機器人手臂 輔助製患人工關節 正常來講 你去開這個人工膝蓋 你可能要費用 大概是二十到三十萬 可能健保有一些補助 但是它大概要需要 開的傷口也會比較大 大概十到十五公分 那這個開的傷口 大概六到八公分 傷口小 小了一半 對 然後術後 這個大概是四小時 然後可是如果你正常 可能要到一天 如果你不是用 這個所謂的 微創機器人手臂 然後術後大概 用微創機器人大概三天後 但是如果你是用人工醫生 那看醫術 可是正常是五到七天 甚至還有七天以上 因為我媽大概就是住了七天左右 然後現在當然人工膝關節 其實它就會有使用年限 大概十到十五年 不過總結來講 就是在微創機器人手臂輔助 這個製患能工關節來講 除了比較貴以外 就是稍微 它大概要大概在三十到四十萬左右 大概還是有一些可能貴 大概一點五倍到兩倍 但是相對 對整個的新的技術來講 其實是蠻符合病人的使用 像這樣關節疼痛的話 如果說我不管是手術 或者是這樣治療的話 它的傷跡到底有多大 我想因為全球大概有1.3億的人口 其實先前有講過 因為肥胖或是因為年齡越來越大 人的越來越長瘦 其實它的傷跡也越來越大 那我們分為其實關節炎的治療 跟人工膝外置患 其實都是一個兩個的傷跡 其實是總和起來來看 不過成長性最大的還是在 我們剛才說有一些新的治療方式 所以關節的治療市場會從九十億 到十年左右的時間會達到兩百億 然後人工關節 我們說有一些新的技術 新的材料等等 也會從兩百五十億成長到四百三十億 所以它總和的商機 是在二零三二年的時候 是可以達到六百億美元以上 所以相對來講就除了大廠 我們以前都可能用美國大廠 但現在台灣其實越來越好 台灣的企業也越來越好 然後台灣的話我們會說 從細胞治療 也就是在關節炎治療這邊的話 也有新藥 像向隆 他在特觀法裡面 就是前面說的 就是脂肪幹細胞去做治療 另外新的就是要液體幹細胞 也就是說不是用自己的幹細胞 而是用FDA核准的這些細胞庫裡面 去產生其他人的細胞來做治療 那現在他是三期的手腕 另外的話博程生醫的話 他有新的所謂的一個叫艾希康 這種卵骨再生的 卵骨 然後他現在的通路 使用人數其實效果不錯 也就是說台灣現在的東西 其實不會比國外來的差 然後另外還有今天的APC201 他的話就不是說算肌熱一樣噴一噴就好了 他現在的一樣的用法 他一樣是一個外用的藥 對 泡沫的新藥 現在是二期在用 可是他噴上去之後 會比肌熱來的更有效 而且非常的有治療效果 所以這是在治療的一塊 另外在手術機械這一塊的話 像聯合骨科 台灣人工關節失散率第二名 那占全球只有0.5% 全球幾乎本來都是美國四大廠 占76% 他占0.5% 但今年只要目標1% 其實他的上去就非常大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 其實台灣的東西的品質 其實不會比歐美廠還差 但是他的價格真的是比較好 然後再來就是像液態這些的話 手術進的機械 或是手術導航系統 其實台灣做的東西 其實越來越先進 其實在新的這一塊 我們認為可以獲得相關的商機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 現在天氣變冷了 這個羽絨衣卻在中國退燒 現在年輕人瘋搶的是軍大衣 還有花棉袄 這到底是現在比較流行 還是說真的是因為要省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我們先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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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局